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咱们来看看hire这个词 这个词比较特殊 为什么呢 它既可以表示雇用租用 它也可以表示出租 就是这方向 雇用租用是从外边进来 出租是从里边出去 两个方向都可以用它 我们再大声再来 hire 当然英联邦国家人读成hire 没有这个卷出音 美音因为我字母R 勾手都回来读成hire 都行 那么它意思不一样 那后面借词搭配就不同 如果表示雇用或租用 那后面借词是跟from 从哪里雇来了或租来了 这个人这个东西 如果表示出租呢 借词 当然这个是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 它类似东西rent rent from 从什么什么租来了 或雇来了 某个人或某个汽车等等等等 出租的时候 后面借词当然由from 换成to就好了 hire something to 把什么东西租给了谁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在后面加个副词out herout something to 把这个东西或这个人租给了谁 这个时候也相当于动词rent rent后面也可以加to 也能用rent out 把前者租给了后者 这是出租 后面可以加切词to 注意 这个两个方向都可以用这动词 所以出现这个动词是什么含义 一方面看上几文 二来可以通过后面的切词来判断 如果是from 一定是雇用租用 加to是出租 这就好判断了 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A把B租给了C A把B租给了C 如果用这个to是比较好说的 是不是应该说 IA 做个简单句 hires or rent out B to C 这个L 有也行没有也行 如果要是用这个from 我们就得说C从A那里租来了B 可以说C hires or rents B from A 总之是A把B租给了C 把这个关系搭档清楚 咱们一会儿课文中的句子还有疏忽题 咱们就好错了 这个词本身不难 拼写也简单 关键是这两个方向的含义 如何把它变析开 这个重要 好 这个词我们跟老师就看看这 下面我们来看看底下一个重点词 就是奉献或者提现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词汇了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dedicate 再来一遍 dedicate 这个词表示奉献是可以的 就是把什么什么时间的精力 奉献给某个事业 就奉献 但是这个词也可以做另外一个含义 本文中是另一个意思 就是把作品提现给某人 我自己写了一本书 在飞页上说 此书献给某人 或者我画了一幅画 下面说这个画是献给谁的 我做了一个曲子 然后在上面写着 这首曲子是献给某人的 提献给某人 就提成字 说明这个作品是被谁来做的 两个意思都行 当然生活中最常见的意思是奉献 这个意思 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 咱们记住搭配 一定跟后面借词to搭配 注意这个to 不是动词不定的事 是借词to 而且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 跟另外一个动词是可以替换的 我们大声分别来一下 dedicate dedicate 再度第二个 devote 把前者奉献给了什么什么 对吧 就奉献的意思 一般都是自己宝贵的什么时间 什么经历等等 奉献给某个事情 某个事业等等 可以这么来用 我们看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He has dedicated himself to scientific research 他为了科学研究 献出了自己一生的经历 注意这个人并不是在科学研究中死了 牺牲了 而是把一生的时间精力献给了科学研究 有一辈子没干其他的事 时间精力都花在这 所以这个dedicate和devote 表示时间精力奉献给了什么 精力都放在哪个地方 这个意思 你看这个devote 我们在新干条二侧也见过 新干条二侧的85课 这个never too old to learn里面 有这么一个句子 你看是不是也这么用 他说after he has retired he will devote himself to gardening 你看这个搭配跟上面dedicate 特别类似含义 几乎完全一样 在他退休之后怎么样 他将把他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献给园艺事业 就是在退休之后 我们找什么事干呢 养花弄枣 在花园里种点树 种点花 把时间精力都献给这个 注意这个to 不能用to garden 就garden在这是动词了 是to gardening 因为to是借词 这个是奉献 就是把时间精力献给什么 不要跟另外一个搭配搞混了 另外搭配就牺牲了 牺牲直接我不要了 为了一个宝贵的东西 牺牲了 放弃了签证 这个时候咱们记得 在第四课讲过 首先动词不一样 借词更不一样 我们先大声多一下动词 sacrifice sacrifice 大家如果仔细复习了 应该还记得 sacrifice这个动词 是跟借词4搭配的 为了什么什么东西 而牺牲了 就是放弃 我不要了 前者这个宝贵的东西 这个搭配是不能换到这来的 如果换成 he has sacrificed himself to scientific research 那说明这个人呢 科学研究期间 他死了 牺牲了 比如正在做实验的时候呢 这烧瓶里 很多钥匙 对着一块爆炸了 砰 人炸死了 那可以说 为科学研究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这个dedicate 是表示时间精力献给他 大家发现 含义 词汇和后面切词搭配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不要搞混 dedicate表示 时间精力都放在这里面 我们说了 第二个意思 是表示把作品 尤其是自己的一个 一本书 什么一首诗 什么一颗曲子 一个唱片 我们说 仅以这个东西献给某人 一般是自己尊敬的长辈 或者自己的爱人 我们看例子 我们经常在书籍的分页上会看到 这么一行小字 叫Dedicated to my beloved wife Beloved 是一个委婉而又比较正式的书面语 咱们翻译深爱的 挚爱的 就Beloved 什么意思呢 仅以此书献给我深爱的妻子 就是我在写书间 他什么看孩子 做饭 付出很多很多时间精力 我这本书 我应该献给我的妻子 这个荣誉和这个稿费 都给他就行了 前面可以看到省掉了 The book is dedicated 但我们都知道是这本书了 所以直接用Dedicated to 就是奉献给什么 你注意后面还是跟这次to 但这里面只不过它是强调 作品是献给某人的 这就提献给 好 我们再回来 我们看Dedicated 还有一个重要的形容词 就是我们在后门中会碰到的 一心一意的 有献身精神的 把全部精力都投入的 叫做形容词Dedicated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 Dedicated表示奉献时 它强调把时间精力都献给什么了 如果都被奉献进去了 形容这个人就可以用 我们读一下Dedicated Dedicated 就是把自己全部时间精力都投入了 一门心思 打定主意要做某事的 就一心一意的 专心致志的 心无旁骛的 这个意思 时间投入都被投进 这个时间和精力都被投进去了 这个意思 咱们也是同样看一些精彩的例子 咱们看第三册的34课 就是158页的第8行到第9行 158页的第8到第9行 出现这么一句话 他说 A truly dedicated bargain hunter must have patience and above all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the worth of something when he sees it 他说 一个真正的一门心思 要逃便宜货来买的人 bargain hunter 就是逃便宜货来买的人 bargain就是便宜货 henter是猎人 到处这猎人找的不是兔子 找的是便宜货 叫逃便宜货买的人 淘宝的人 bargain hunter 那么呢 必须要有耐心 并且最重要的是 还有什么呢 当他看到东西时 要识货的这个慧眼 要有这个能力 能发现这个东西的价值 这个dedicate叫 专心致志的 一门心思做某事的 说明这个bargain hunter怎么样呢 一天到晚不干别的 全部时间精力 吃饱了饭 没事干 就到处满大街逛 看哪东西便宜 逃便宜货来买的人 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 这是我们看到重要这个词汇 dedicate 它的两个动词的含义 还有它一个做形容词的用法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后面这个词 叫做纪念 注意这个词呢 本身如果表示记忆力 大家可能都知道 在这 纪念 什么纪念 一定是对死者的追忆 你像鲁迅 对刘和真君的这纪念 就可以用它 我们大声读一下 注意同样的 后面这个理论有 但读不出来 我们大声来面 memory memory 好多好多都是里面 有这个音 但其实真正是读不出来的 你像那个家人 family 咱们很多同学 容易把它误读成family 然后有些老师 读得就有问题 这个短音 是不发音的 理论有 但字典是协体字 不读 所以读中fam fam 那个a不读出来 我们可以体会一下 family family 而不是family 那个a不发音 你像舒服的 咱们以前说过 comfortable 而不要读中comfortable 那个or不发音 蔬菜 vegetable 而不是vegetable 后面那个a是不发音的 所以这好多呢 看似发音 其实不发音 我们在里面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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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所以不要读memory 那个a是不发音的 表示对死者的追忆 这个名词呢 记一个简单搭配就好了 我们看是怎么来用的 它搭配用于in memory of 或者to的memory of 都行 翻译成以追忆 某一位去世的 就是已经坐骨的一位仙人 并不是神仙那个仙了 就是先我们一步 先走了那个人 in memory of 或者to the memory of 都可以 就为了纪念 为了追忆某一位 死者 后面一定是个死鬼 我们看一下例子 他说 the monument was built in memory of 或者说to the memory of all the soldiers who died in the war 这个纪念碑 被建成是干嘛呢 为了纪念那些所有 在战争中 阵亡的将士 为了纪念他们 in memory of 或者to the memory of 这个memory 这是翻译成 对死者的追忆 而不是记忆力 这个意思 当然追忆和纪念 我们这用的是 借词端语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 用动词 也能表示纪念 你看我们大声 读一下动词 commemorate commemorate at在动词里面发 aid这个声音 那memory是记 前面seal code是一起 我们大家一起记住它 别把它忘了 来纪念某人模式 我们看例子吧 a statue has been built to commemo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oy's birthday 他说一个雕像 被建成了 来干嘛呢 来纪念一下 这位诗人 他100周年诞辰 birthday是生日 第100个生日的纪念日 我们再读一下 这个纪念日 这个是重大日期的纪念日 什么诞辰 什么结婚纪念日 都可以用它 我们再来 anniversary anniversary 来纪念这个纪念日 我们把这个动词再读一下 commemorate commemorate 这个词 集物动词 直接加笔语就好了 老师说过 名词先看是可数 还是不可数 动词先看集物 还是不集物 佛作的话 很容易用错 好 这是我们第14课 生词和短语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